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麦克也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又来到加州了 我是来自台湾的台中 是 主任 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就讲到了 这个健康对孩子们的这个重要性 那今天您带来的这一个产品呢 其实更重要 因为呢 等于是孩子们可以在上面呢 得到充分的休息 而且能够增加他的记忆力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对 我们在讲是说 孩子的学习跟他的健康状态 是完全成正比的 那健康状态影响到最大其实是睡眠 绝大多的孩子都在玩3C产品 这些都在熬夜 都不睡觉 然后是玩手机 玩平板 或者看电视 声光刺激太多 那不单是不能睡觉 他接受太多的电磁波 而太多的辐射 所以事实上影响到他的大脑 所以为什么今天要请到这个麦克珍 他是一个发明家 他发明了很多次对人的健康有非常大帮助的好产品 那这个产品不单只是给孩子睡 我就是给家长睡 给老人睡 全家人讲说你睡眠睡得好 你把你身上不好的负能量都排除掉的时候 你一觉起来的时候 你的精神就是你得到很大的这个休息 有很好的这个经历去面对你新的一天的所有的活动 包括学习 包括工作 或包括你的运动 所以我们今天也来听听看麦克珍分享他的这个叫健康的一个 负离子的健康床垫 是的 我应该这样说 我们因为电所产生的方便 但是不要忘了有好处一定有坏处 那么这个坏处讲起来呢 其实不用我讲你比我清楚 只是没有办法排解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灯光下露营 我们在这个办公桌上看着电脑 这些各位知道吗 它所产生的电磁波 它就慢慢的累积在你的身体上 因为身体会导电 如果你不相信身体会导电 你可以去触看看那个插座 你一定触电的吧 因为我们人的身体有85%是水 水就会导电 那导电之后产生什么结果 就是在你的身体累积了无数的正电子 我们所称的叫做静电 特别是在家中 如果你去碰触你的车子 有很多人会触电 那个叫静电 那这个电如果你没有把它排出你的身体 它就会对你全身的细胞产生副作用 就是叫做我们医学上叫做自由基 那自由基太多的话呢 你身体的细胞就会发炎 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这一次发明了这个天神能量床 在台湾在其他的国家获得非常大的回响 乃是因为我们发明了一个导电床包 铺在最上层 那这个是我们申请的专利的原因就是 它是用针织的 把密密麻麻的这种导电纱 织在这一个床包上面 所以当你睡觉 或是躺在这一个床包上的时候 只要有任何一寸肌肤接触到它 你身上的静电就会排出来 当你的静电这些不好的电排出体外的时候 我们在第二层就开始有能量晶片 跟石墨西部 就用快速均匀的方法 把能量传到你的身体 这还不够 你睡觉一定要深层 你的脑台就得到休息 所以我们这 这个饱饱的六公分的船垫分成三层 这叫科技棉 第一层是透气的 因为很多人睡着不翻身的话 他身体不会闷热 你一闷热你就醒过来 你听过很多人睡到一身大汗吗 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层是支撑棉 他要把你的身体支撑好 你不要睡到就凹下去了 你也是腰痠背痛 第三个会吸症 所以同一个床上面有夫妻 或是有孩子 他不会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呢 什么实验 拿一次电风扇吹我们的透气棉 他可以把对面的卫生纸吹起来 第二个呢 我们放一杯水在对面 人在那边跳跳跳 那个杯子的水不会溅出来 我们拿一颗生的鸡蛋 100公斤的人这样坐下去 鸡蛋不会破 就是吸震力够强 所以你睡在这样的床 第一个帮你导出静电 帮你补充能量 再来呢 帮你透气支撑 再吸震 这样的这个五合一的一张床 我们发明出来之后 造成大轰动 对很多人一个家庭 你相信吗 一个家庭五个人买五个床 为什么 人人都需要健康 人人都需要健康 然后呢 你睡眠好了 你的免疫力就马上增强 对 我们有什么样的见证呢 这个肚子里面都发红发肿 睡了两个月好了 先生呢 这个屁股勾长那个 这个我们叫皮蛇 免疫力下降到不行 那个妇人讲得很好笑 她说 我先生已经两个月了 吃不好睡不好 也没有办法醒房 结果睡这个床两个礼拜而已 吃得好睡得好 昨天晚上醒房 我就叫那个Live 来拍她的见证 我自己听得都流泪 因为我们坐的床 可以帮助人恢复健康 睡得好免疫力就上升了 所以大概的原理是这样子 我们产生能量的方法 不是用插电的 你只要一插电 就产生电磁波 就产生辐射 所以我是拒绝这样子做的 主任 那这张床你也躺过吗 对 我也用过这个产品 我觉得是人在上面 得到非常好的一种 能量的一个补充 然后它把你身上的 这个震电放掉 所以你每天白天 累计很多这个震电 电子在身上 它就产生自由剂 那大家都知道 自由剂会让你衰老 让你觉得很疲惫 那这个床你躺下去以后 你整个身上自由剂放掉以后 就等于到海边 吹着海风在沙滩上 就走到那个 在地球上可以放电 你刺脚在这个地球上 往泥土上沙上 事实上是能够导电放电 但你不可能天天跑海边 你不可能天天跑到瀑布 或者这个草地上去 所以有这张床 让你去睡的时候 其实你是跟大自然 跟宇宙跟地球自动 取得一种循环 跟平衡的作用 我觉得是非常推荐 给这个家里面 这有老人或有小孩 甚至在工作状态的人 如果说你有一张好的床 你身体觉得能量会更增强 你的生产免疫系统 会得到更大的改善 那刚才其实发明家 麦克有讲到说 这个产品里面有一个叫做 吸石砂是吗 导电砂 导电砂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导电砂是这样子 它原理很简单 你比方说你去碰到这个电 你会被电到嘛 对不对 那么电到之后 就累积电在你身上了 我们利用导电砂 支在布里面 这个导电的砂是一个金属 所以你洗100次1000支 它都不会消灭的 我们的床包可以洗 而且它因为是金属 支在布里面 当然不是很粗的 是很细的 那困难就困难 在这些导电砂 要把它支在布里面 仍然你觉得很舒服 这个技术就很难 所以我们申请的专利之后 仍然供不应求的原因就是 这个机器在支这种布 出度不快 所以它的产量是有限的 那其实你知道 主任曾经讲过一个笑话 是学生毕业了以后 送他小孩子来 看到郭主任说 我的天哪 主任怎么都没变 那可能是睡了这个床的关系 他懂得养生啊 对 那我想在洛杉矶的朋友 如果也想要试试看 这个床对它的这个效果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地方 可以让他们做体验呢 对的是的 我们在这个洛杉矶 是有个展示中心 这个上次我们提到的 像律动仪 或者我们这个 负离子的健康床垫 这些导电砂 还有这负离子腰带 还有相关的这个 麦可真先生 他发明的很多产品都会在 罗兰钢的这个展示中心啊 它的地点就在 KOLIMA跟LUGALAS交口 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 骚我们这个屏幕上面的 二维码 还有把这个电话 你会得到这些相关的信息 可以约个时间来体验一下 这些高科技产品 让你的身体 变得更健康 免疫系统增强 当然你的幸福指数 相对也就极高了更多 那这个麦可可不可以 帮我们再介绍一下 这个健康床垫 您刚才讲了就是它是透气性 然后那个防震 对 吸震 然后支撑 然后那在睡眠之中 还可以把我们身体 多余的自由基给排出体外 那么在使用这一张床垫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像譬如说您刚才说它是可以清洗的 然后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在上面 在铺一些什么东西 保护它 是 千万不要 我常常做一个笑话的比喻 你买了一张非常漂亮的桌子 你怕桌面受损 就去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桌布 把它盖起来 是 为了怕这个桌布受脏 又想要盖一层比较普通的布 我说那你最好吃饭的时候 先铺不用的报纸 那你就每天在享受报纸的气氛而已 我说不用 我们的床垫非常漂亮 摸起来质感非常的好 你尽管睡在上面 因为这样的你的肌肤 才会接触到这个导电纱 千万不要再去捨不得 又铺了一层 你铺了一层之后 你的身体就没有办法接触到我的导电纱 你的电就倒不出来了 不要捨不得 你最多就买一个免费的 导电纱床单 这样就好了 OK 所以有专门的导电纱床单 是的 但是这个床单我们不单卖 有买我们的床的人 你可以另外额外买一个床 那这个床 像您刚才讲 有一家五口 他买了五个床这个床垫 那它的尺导也包括有哪几种 是说都是只有单人的 还是有双人的 因为像在加州 还有所谓的California King 那所有的尺导通通都有吗 我们这次进来的都齐全的 OK 有Twin的 还有Queen的 有King的 还有Cal King的 都有齐全的 OK 那像这一次 假设今天我住在南加州 我想要购买 那它也是会送辅到家吗 是的 它为这个给你是送到这个 你住的地方去 方便库 它的安装 事实上是并不会 你想要复杂 它是放上去了以后 你很快就会享受到这个充电 它有多少年的保固呢 我们那个晶片是终身保固 所谓的晶片就是能量晶片 是终身保固的 那么床垫这个六公分的透气棉 跟这个支撑棉 跟吸震棉 这六公分的 Sponsor是十年的保固 哇 那也是够本的 绝对够本 对 其实现代人就说 时间就是金钱 所以我们在能够选用一个 非常最好的新科技的床垫 让我们在晚上睡眠中 除了能够有一个深度的休息 同时还可以保持我们的健康 真的是一举数的 如果您对健康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影片上的这个电话号码 跟他们来洽询 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来到节目中 也谢谢迈克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中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小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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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